包括你喜歡牛醬的 比較極尖的頭髮 試試看 只是我現在還是很干擾一點 就是吃東西的時候 會不敢吃到髮菜 你可以去問一下 林宥嘉怎麼辦 對 好 都是喜歡牛醬的男孩 回為十九 林日齊終於發行全創作專輯 眼眷不同於以往的風格 帶著長髮造型與粉絲見面 被問到大家會不會不習慣 林玉璽表示這個人超支持 像比如說陳彥宇 就一直覺得我留長頭髮很好看 因為我以前在美國是長頭髮 從剛認識他就說 你留長頭髮 其實造型是滿剛好的 就是疫情的期間 那個時候也不能出去 剪頭髮或什麼的 然後就不小心就留了 好像有一點的長度 我就想說那就乾脆 就一路留下去這樣 想要留到多少 目前就是看 因為肯定還是會有要拍戲或什麼的 那如果戲劇需求 可能就會剪掉 那如果都沒有持續留長的話 就是看我哪一天真的受不了 就是把它剪掉這樣 未來要演唱會嗎 目前就是有希望可以辦個小型的 因為這一次的音樂 我會覺得好像比較適合 就是跟大家更近距離的互動這樣子 所以希望可以辦個小型的 音樂聽歌會這樣子 好像很多粉絲敲碗 就是你聽起來 因為我消失太久了 說實在的 對 真的消失太久 粉絲們都想你了啦 不過連玉璽也探眼 這段時間因為受疫情影響 心理狀態也出了狀況 比較痛苦的會是 就覺得自己不太認識自己 然後失眠的症狀是真的滿嚴重的 就是怎麼樣都沒辦法睡 失憶的部分可能就是 對於自己很重要的事情 不記得是會有一種 就是好像自己很冷血 還是怎麼樣的這種 會自責啦 比如說爺爺過世 你會忘記這個事 我記得他走了 但我不記得什麼時候 然後為什麼在哪裡 這些全部都不記得 因為跟諮商師談論的過程中 發現是我情緒沒有宣洩的 那些難過的事情 我會自動的遺忘 現在是在一個共處的階段 因為我還沒有真的完整的 還是持續在執行這件事情 過程中已經越來越好了 因為我以前可能很害怕停下來 現在會覺得 我在這個階段其實也不錯 用全新的樣貌回歸 相信不管是粉絲 還是李玉璽自己 一定都非常開心